你们见过花几十万改汽车音响的出租车没有 那这次呢我去沈阳出差 ISCA汽车音响比赛去职财 我就有幸见到了这样一台黄色的出租车 全车的系统呢 加起来应该有至少超过20万了 改汽车不多见呢 玩儿子 离车主是吗 对 在街上如果能打到这个车的人一定是有福气 能听到几十万汽车音响的机会呢 真的不是很多 那这次我来到沈阳直财 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几年前相比 北方的调音水平真的进步非常大 这次比赛中呢我听的车从四五万到二三十万的都有 大部分调音呢都能够调得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啊 按照我的标准来看 就是至少他们属于会调音的那个级别 缺少的呢可能只是一些比赛的经验 或者卡在某个台阶上面 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机会呢就能够上一个台阶了 比如这台高尔夫已经比较接近在我们南方汽车音响比赛中的一线选手的水准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北方的汽车音响改装技术呢 现在它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意思就是说技术好的很优秀 但是还是有一些调音技术差的呢差距还是挺大的 那么汽车音响调音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才算技术好 或者说怎么才算会调音的呢 我把调音呢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事情做对 第二个阶段呢才是把事情做好 在这一行做了这么久 我发现很多调音的人呢都有一些这样的特征 那有的人呢调音调着调着觉得这样也不好 那样也不对 越调呢路子越窄 一次一次的推倒重来 还有一些人呢调音没有章法 东搞搞西搞搞那效率很低 而且往往可重复性不好 也就是说他有的车呢调的还不错 有的呢就调的不行 不稳定 总之呢就是很懵懂的状态 调音的时候缺乏自信 这些现象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 还没有把事情做对的时候 就去追求把事情做好 你的基础打不牢是起不了高楼的 所以调音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做对 然后再做好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对呢 最快效率最高的方法 就是参加系统培训 在这儿呢我要认真地向大家介绍 我们推出的第一门课 一阶调音训练班 这个调音训练的课程呢 就是教大家如何把调音这件事情做对 培训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 包括汽车音响改装店的技术人员 你可以通过这门课呢 去提升自己的价值 学技能涨工资满 还有呢就是希望了解 专业店调音方法的DIY的汽车音响爱好者 另外呢 改装店的管理人员 这个课程呢会教你如何去做调音工作的管理 包括会介绍我们南方公园自己的一整套调音SOP的方法 可以快速稳定的去保障调音的质量 我甚至欢迎汽车音响产品生产工厂的技术人员 也来参加这个培训 通过这个课程来了解你们的产品是如何被用户使用的 那课程的内容呢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学习如何树立正确的听音观念 会听音才会调音 第二部分呢 是学习如何来使用调音的仪器 特别是系统的来学习使用仪器 来查看相位啊 抓岩石啊 以及各种实战的技巧和方法 第三部分呢 是调音的流程训练 学会了我们的这套调音的SOP 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快速的完成一台车 大部分的调音工作 课程的培训地点呢 就是在我们夏本南方公园的改装店 时间我们站定在9月24号和25号两天 由我亲自来讲课 课程的费用为8000元每个人 要注意的是 这些费用呢 包含了三个晚上的单间酒店 培训期间的三餐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一个培训大礼包 里面包含所需要的全套调音设备 并且为了保证培训的效果 我们还采用不超过10个人的小班制 两个人配一台调音的实验车 并且确保有充足的实验时间 我是希望在培训结束以后 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 不要再操心去买设备啊 等等一堆事情 这个课程为你提供了 所需的全部技术和工具设备 第一期班呢 我们只招8到10个人 如果你想参加 请直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